沈先生住在湖州富丽上城小区 他家所在这幢楼位于小区的东南角 11月17号有不少邻居在家里听到巨响 声音几乎传遍了整幢楼 听到那种重物砸下地面 房子有点想震动的声音 沈先生说当天有邻居查看了这幢楼 各家各户的装修情况 后来发现小区东南角外面这个沿街商铺在装修 有一堵墙被分成四块切了下来 切的就是这种大方块的那种石头 这种都是带钢机的那种混凝土 当天我们直接找物业找了那个户型土 发现它这两块切割的地方都是那种沉重墙 沉重就是我们主体28状它那个主楼的那个沉重墙 一直往上有34层差不多100多米高 沈先生拿出户型土介绍 已经被切割成四块的墙体 就是画面中黑色的承重墙位置 另外一边切割到一半的墙体也属于承重墙 沈先生告诉记者 后来他们了解到商铺是租户租下来的 切墙体是准备把两间商铺的二层打通装修 他们认为这种行为已经影响了整状楼的安全 我们现在要求物业或者租户给我们测量这个整体28状质量检定 那后期看看危险程度到时候怎么补偿或者怎么挽救这个问题 小区物业经理不在 他通过电话介绍 租户是在物业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工的 发现涉嫌违规拆除承重墙后 就让对方停止施工并锁上了商铺门 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已经报住建局了 现在住建局的话要求他们就是说是找相应有志的单位出方案 加工方案 然后就是说是发案出了之后 然后找专业的施工单位进行加工 加工完成之后 然后再出检测报告 存住人的话具体我不是很清楚 他们装修之前有没有跟你们物业报备 或者说有没有让你们开放装修计划 没有 我们发现了之后我们就直接对他们进行锁门处理了 记者从湖州市无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 承租人确实在装修时拆除了承重墙 违反了浙江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 目前相关案件已经移交给当地综合执法中队 后期执法人员会监督违法人恢复原状 至于赔偿问题 建议业主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后来记者联系上了商铺的承租户 原图纸跟后面那个图纸一块不对 所以我们才后面施工失误 然后把那一块墙切掉了 施工人员发现是承重墙的时候 为什么没停掉呢 这个我倒不知道 后期的话业主说 还有些涉及到赔偿的这些问题 赔偿这个东西怎么赔偿 我们后面有那个鉴定报告出来的 这个肯定是等最后的鉴定报告出来之后 现在的话谁也说不好 1818黄金也就这报道 最后的优租 由于宣农的死亡 真的没有所有过分 所以我对我的棋局 帮助 handlar一下 费用这种相机